那個248塊的時候 我又買了20張 然後隔天衝到250 我就XX 因為那個時候疫情剛開始 疫情剛開始 你絕對會開始搭暴底 我就XX又賺欸 趕快先撤 短線先撤 我這是股神 我就買賣台積電就好了 我一直做波段 根本沒有波段 直接往上衝 直接 好 偶爾買 600多塊開始買 那你就覺得要長線 所以你就都不賣了嗎 我就放著啊 我現在已經 每天都不會打開這個損益四算 因為打開來就是心痛 應該賠了好幾百萬 那台小牛就不見了 應該快囉 應該快賠到一台小牛了 我就嘴硬啊 不賣啊 對啊 那時候絕對不可能 跌到那個程度 我就覺得已經很便宜了 沒想到還有 骨折 還有更骨折價 我剛剛看又便宜了 剛剛好像不到400塊了 四肢隊伍 一共的12位選手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我們Mustle Cup 用以好看 全台灣的北中南四地巡迴賽 做了參賽選手 那個 我建議大家就先放著吧 不然那怎麼辦呢 對啊 就是我的 我的台積電打算就當做嫁妝 這杯子就不賣了 就放著 非常的慘烈 所以老師有所建議 請假日就沒有去賣掉 我就 我就 我就嘴硬啊 不賣啊 對啊 那時候覺得不可能 跌到那個程度 我就覺得已經很便宜了 沒想到還有 骨折 還有更骨折價 對啊 我剛剛看又便宜了 剛好不到400塊了 很慘烈 對 所以目前是蠻認真在本業上的 很認真在賺錢 接一些工作 好我們剛剛從日本回來 然後繼續就是 練這個 2K23 對 要有賠多少錢 沒有去算 我不敢 我不敢打開這個損益試算 就 有些多 有些多 這個不方便多說 因為我怕我媽看了心情不好 OK 對對對 對對對 有一天會回來 我還是很相信這個 台灣的科技業人才的技術力 只是最近就是 全球的股市 比較不好 也沒有辦法 但是 對頭之前 沒什麼話想要跟觀眾講 我跟觀眾講 就是不要像我一樣 哈哈哈哈 對 老師嗎 對 可能有的時候有人勸我 還是要聽一下 對 你怎麼看不出來 對 一樣可以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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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給我 快了